日本建跨海大桥出问题,多花四百万求助中国,越南真是欲哭无泪。 近几年,由于中国基建水平的不断提高,许多国家纷纷想着要跟我们合作,因此中国也承包了不少国外的工程。 在见识到中国优秀的基建成果后,其他国家把中国称为基建狂魔,以表示对中国做出的成绩的肯定。 前不久,越南准备修建一座跨海大桥形武力线跨海大桥,据说此桥有望成为全东南亚最长的一座桥,为了争取到这个工程,日本真是下了一番功夫,不仅把建桥所需要的价格加到最低,而且以很低的利息败款给越南来帮助他们支付费用,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。 虽然中国的基建水平世界一流,但越南在日本提供的巨大优惠的诱惑下,加上中国与他们曾经或多或少有过的摩擦,最终把工程交给了日本。 之后,为了提高建桥的效率,两国经过商量后,决定把建桥的工作权全交给日本负责,越南只管最后的验收。 三年零三个月后,在工人们的辛苦劳动下,这座名人瞩目的大桥终于建成,越南于是开始对桥进行检验,在日本还沉浸在建完的喜悦中时,越南的一份检验不合格的报告给也暗期到来。 报告显示,新武力线快海大桥的质量严重不合格,不仅在几天内桥面下沉,而且在接缝处,还发现了许多断裂。 这个结果,显然让两方都处于恐慌当中。 本来打算在桥建成后,越南方面就只等合格的结果出来后开始通车,也满怀期待的想看到结果。 但是最后的结果,显然在他们的意料之外,出了这么大的问题,这下他们也非常着急,不得不赶紧来找中国帮忙。 中国在决定帮助他们后,先派出了专业的工程师对桥进行考察,然后给出了一份十分完美的解决方案。 方案没有放过这座桥的每个漏洞,对每个有问题的地方,都进行了细致的修护。 最终,新武力线快海大桥,还是按照他们的期望顺利通车。 当然,越南也因此又花了四百万,虽然这部分花费,并不在他们的计划内,但是他们却为此非常高兴,也非常相信中国工程师的技术。 在桥顺利通车后,越南的人民纷纷在网上表示了对中国的感激。 因为我们的这次帮助,不仅保证了桥的质量,更是给了他们一份安心。 这次的小插曲,中国再次证明了中国优秀的基建水平,而且表现出了一个包容的大国的形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